很多公司都为安排会议室而发愁,因为经常我们会出现一些会议室安排的创车问题,这给我们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,同时给我们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 有些公司为了解决这些问题,还购买了专门的会议室安排软件,其实我们的Outlook2010已经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。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在Outlook2010当中,我们如何进行会议室的安排。 首先我们打开Outlook2010。 那么我们现在去新建一个会议,我们看一下我们的Outlook2010是帮助我们怎么去实现会议室的安排的。 我们点击新建项目,然后点击会议。 那么在此我们选择会议的参与者。 我们点击确定按钮,设置当前会议的主题。 那么下面就开始决定我们的会议地点了。 我们点击当前右侧的会议室。 大家可以看到,我当前的公司共有五个会议室,我们将当前的会议室添加进去。 那么到底哪个会议室我们可以使用呢?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,我们单击确定。 现在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哪个会议室可用,所以我将五个会议室全部添加进去。 现在我们去点击功能区中的房间查找工具。 大家可以看到,它会自动的帮助我们找到空闲的会议室。 例如在我们当前的下午三点半到四点,我们就有当前四个会议室可使,分别是一、三、四、五。 那么在我们当前的十六点到十六点半,同样也有当前的四个会议室可使。 那么如果你想选择其中的一间会议室,我们点击会议室4,然后点击发送。 那么此时就可以为我们当前的用户安排好会议室,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我们会议室的撞车现象的发生。